喔好濕喔 學愛用的文具 我們家三寶的書包都是買同款 菜子包 喔好濕喔 喔好濕喔 好濕喔 喔好濕喔 阿拉伯父 好濕喔 喔喔喔喔 阿拉伯母 再吃炒飯囉 再吃炒飯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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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刚刚去才买了小朋友开学要用的文具 刚好看到这个整理箱比较大一个 我觉得尺寸还蛮刚好的 九月要开学了 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在准备开学用品 那我就和大家来分享 刚好买这些有送正品两条手帕 然后都是有带挂钩的 这个正品还蛮实用的 刚刚去无印良品买了小乖的笔带 一些零食 还有这几天真的顾小孩太累 需要喉糖 一个香氛蜡烛 然后这个好像是新品吧 嗯 双胞胎他们也是买无印良品的笔带 因为之前我有买他们那种塑胶的铅笔盒 所以那个有时候都会摔坏 然后可能是白色雾面的吧 就会用的有点脏脏的 干脆帮忙买这个比较大的笔带 然后所有的小东西可以丢进去 这个是有分层的 然后这边可以摆橡笔擦 对 这应该是新品 我之前没有看过 好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小乖的书包好了 我们家三宝的书包都是买同款无印良品的 这个是我前几个月就买了 买的时候应该有跟大家分享吧 因为其实我是想要挑深蓝色的 但是当时就缺货 我就想说 没关系就买了这个 这三用书包是可以手提 然后这个袋子可以调长一点 变成肩盃 稍微一点点减压吧 但是没有像专业的小学生书包 功能这么强大 我就是想说统一一就买了这个 OK 铅笔我是去买好事多整盒的薄灰铅笔 灰薄灰 薄灰 这种的 好事多有卖 很多社团妈妈都有分享 比较不容易折断 一次买回来就是一大盒 蛮适合小学生的 帮小朋友贴上姓名贴 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可能是已经 小怪算是我的第二台 就是我第二次准备 小易姓生的东西 所以 大致上要准备什么 就是有一点概念 小学生该怎么准备东西 我以前有拍过一支影片 包括餐具啊 文具该怎么准备啊 大家可以再去复习一下那一集 橡皮擦买Paintail的 一样贴上姓名贴 彩虹笔 我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彩虹笔 真的是各大老师 非常喜欢教学生准备的 我以前买过这一种的 这很容易被小孩分撕 然后少一截之后就不能用了 那像这种一颗一颗的 少一颗之后还是可以用 所以我会推荐买这种球球状的 那铅笔大概准备四到五支 大的橡皮擦 酸面胶还有胶带台 跟剪刀 这剪刀我也帮哥哥补了新的 这个上面是写说 比较不容易沾黏胶带 突然间有点老神在在的感觉 如果是家中第一胎上小学 真的会特别紧张 像我那时候也是 甚至不晓得要让小孩先上正义班 其他有一些东西是帮哥哥买的 还有白斑笔 一般好像都要准备白斑笔 浇水家里都还有库存 建议大家就买小罐的就好了 因为大罐他们很容易干掉 可以准备一个大的整理箱 小朋友的文具可以通通收纳进来 彩色笔也是沿用幼儿园的 贴上姓名贴 还要准备一些色铅笔 蜡笔色铅笔都是原本家里就有的库存 定年级不用用太多色啦 准备像这样一排就够了 今天节化还帮小朋友准备抹布 像我刚刚说的这边最好有挂钩 还准备卫生纸 湿纸巾 之前哥哥经验还要准备一套衣服跟便利的拖鞋 校园有些生态词 怕他们就是踩到鞋子撕掉没办法穿 那时候学校有跟我们说要准备一双简单的拖鞋 餐具的部分一样就是都提早准备好 就是一个大碗一个小碗 还有一个小汤匙可以叠起来 然后餐袋的部分呢 最好是买塑料可充洗 我之前和大家分享是大创透明的袋子 但是它已经缺货很久了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比较理想的 我觉得餐袋有种东西 其实小朋友有时候都菜汁啊 会流整个都是很容易发霉 所以餐袋我建议不用买太好 我的经验是一个学期就会报销一个 而且中国的面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咿嗟 咿嗟 咿啷 咿嗟 咿 компании 咿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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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 小玉米 放入蔥 把沾酱 炒到 能充分 变成 桂糖 很酷 汁 沾到鍋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中午我就直接用這個鍋子來炒辣肉 蒜頭加進去 蒜頭做到 蒜頭 Pharaoh在 끓取 蒜 Wirw Benefit 蒜гр 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